第五步也不是 马上开始销售推荐 不是你有了名单的 你就马上去销售 马上去推荐了 等一等 你对产品 你了解多少 你对安利的这个业务计划 你了解多少 我告诉你 很多的新人 不可能马上加入就懂 不是说他有了一套计划 不是说他有了名单 他就可以马上开始的 我觉得你最起码要具备一点点的 这个知识吧 做好准备 这是第五步 你要装备一下你自己 一个军队 如果没有训练 没有装备 没有武器 就要去打仗 稳输的嘛 怪不得我们有很多 汉利新人这个阵网 为什么 没有装备嘛 没有准备嘛 没有任何的知识嘛 各位朋友 各位新人 如果你是新人的话 或者是你推荐了一个新人的话 我给你的建议是做好准备 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参加 我为城管特别设计的这一个BTC 就是创业基本课程 创业基础课程 Basic Training Course 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的好 我们这个课程是要针对一些新人来帮助他 最起码他如何启动 所BTC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产品的知识 跟这个推荐的这个知识 还有我们会建议他准备一些工具 各位做案例不要靠口才 我们很多人做案例都说 口才要好 我告诉你很多人口才不好 但他做案例做得非常好 甚至亚包都可以做到翡翠 日本有一个亚包是做到翡翠的 美国有一个讲话是这一个打劫的 是一个口级 讲不清楚的人 他做到皇冠大使 我们的口才都比这些人好 你的口才绝对比这些人好 不要用口才来做案例 我觉得如果你是要靠口才 或者是靠什么方法而已 当然方法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觉得工具资料 可能更重要 你要懂得善用知言 懂得应用功绩 很多人就做得很辛苦 搞了半天 做不起来 可能就是一直靠自己的嘴巴 讲讲讲 这样做很辛苦 而且效率很低 功绩很重要 各位佛办 功绩 我稍微说明一下 比如说现在有三个人 你们用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吗 三个人 甲 乙 丙 三个人 OK 那三个人呢 比赛挖土 甲呢 是力量最大的 八字老 这个 乙呢 普通 丙呢 是最 较小的 较小的 最没有力气的 最没有力气的 他们三个人比赛挖土 我相信我们用尝试来判断 甲一定是冠金 对吗 可是假设 甲还是徒手 乙呢 用锄头 丁呢 对不对 乙是用锄头 丙是用外手 那你觉得谁是冠金 丙是冠金嘛 对不对 为什么 他有最好的功绩嘛 所以不要以为假很大之力气很大 他就会得到冠金 不一定 因为他没有功绩 各位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 做得不好 可能 你不懂得应用功绩 你不懂得 找到帮手 各位 做案例 一定要记住 OK 你的推荐人很重要 你的领导人很重要 所以你要懂得借用 你的推荐人 你的领导人的经验 来帮助你 借力 使力 成功 不费力 我开始做案例的时候 我不会讲OBB 我不会做产品示范 我不会销售 我不会挑推荐 可是我有 我的推荐人 他很乐意帮我的忙 我每个礼拜 我把人 叶出来 我的推荐人 他帮我 讲OBB 他帮我做产品示范 所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建立了一些顾客 就推荐了一些直销商 我的对象 结合我的领导人的专业知识 你看 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要懂得去 这个借用资源 借力使力 成功不费力 我们现在的中心 各位你想想看 城管台南也好 屏东也好 这个高雄也好 台北台中 我们前省都有联合中心 我们的资源非常的好 你们很有福气 不像我们早期做案例的时候 只有一个中心 现在全省都有中心 每一个中心你都可以发展 你把人业到中心来 中心讲课都是非常专业的 这些圣经百战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都是直锡直销商以上的 他们都懂得安利的产品的知识 都懂得做产品示范 都懂得这个OBB 你把人业来 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领导来 帮助你去做销售跟推荐 很快的 你就会像我一样 建立起了一些基本的顾客 跟推荐的一些直销商 记住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一方面 你参加 我们特别为你设计的 创业基础班 可是一定要记住 边写 边做 边做 边写 OK 越快开始越好 因为我觉得 我们就要讲求这一个效力 我们希望能够快一点成功 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成功 所以不需要等到说 你已经变得非常专业了 变成像前排的这些钻石 那么人言善道了 像他们这样会讲 OBB 不需要等 等到那个时候 哪何年何夜何日 你才能够像他们那么会讲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懂得借用团队的力量 忠心呢 成贯 这么大的这个团队 我们都很乐意去帮你这个忙 为什么你不要去借用我们的力量 帮你发展这个事业呢 所以边做 边携 边携 边做 还有 你参加我们的基础 这个创业课程的话 我们还会建议如何用最好的功绩 来帮助你发展你的案例事业 在这里 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 OK 其实如果你想更快 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开店 真的 如果你能够开一间店 哇 你的速度一定很快 那你可能 突然间全场哑然无声 因为我知道 我们做案例不是无电部的吗 为什么要开店呢 那开店的话 不去做传统生意就好吗 我不是叫你去 这个 什么 这个最繁华的地方租一间店 不是的 我想你这样做的话 你很快就关门了的 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 所谓的开店 就把你的家 变成一间店 杨克松以前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你家 对了嘛 一家为店嘛 天天营业嘛 对不对 那你看 我们讲加点加点 我们很多人 就是不会做案例 你知道吗 尤其是那些新人 而我们这些领导人 每次推荐的一个新人 就要教这个新人 怎么邀业 怎么邀请朋友来听OBB 不容易 他们邀请的不大容易 跟着逛你们这些新人 不是吗 你一邀请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 做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指向 是不是安利 你怎么回答 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很厉害 懂得回答了 可是你要教会新人 像你那样 那么懂得回答意的话 要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我们很多人 都推荐新人之后 就开始教他专业的邀请方法 教他什么 二选一 礼拜二有空 还是礼拜四有空 我知道这个方法很好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会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推荐员 本来 邀请朋友就是邀请 对不对 突然间要用什么 礼拜二有空 还是礼拜四有空的时候 突然间不会邀请了 因为心里有鬼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老实人 你们都是老实人 你们不是用这个方法 就不老实 而是不习惯 对吗 我不说你不要写 OK 做案例的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写 很多专业的方法 可是这要一段的时间 可是我希望帮助你们 帮助新的人 能够快一点进入状况 OK 所以加点非常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 这个灵机啊 这个朋友啊 这个来来往往的嘛 对吗 其实不需要什么 刻意去邀请 说来听什么 OBB啊 听什么这个寿命会啊 我觉得 就顺其自然吧 你想象一下 我每个人的家 OK 当然每个人的家 条件状况都不一样嘛 条件好一点 人可以专门一间 条件差一点 也没有关系嘛 你可以用你的 一个角落 厨房 书房 或者是 你说没有书房怎么办 你总有餐厅吧 总有客厅吧 对吗 好 条件好一点的人 你就自己去定制一个展示的橱柜嘛 条件差的 你家里面也有 总是会有柜子吧 本来是放什么碗盘的啦 古董的啦 或者书的啦 对吗 我们要翻身嘛 对吗 我们要成功嘛 展示 对不对 不方便一下 没有关系 把这些收起来 然后放你的产品嘛 L-O-C-S-A-8 对不对 这些 洗髮精啊 这些人家看了 就会问的哦 尤其是什么遗游啊 我跟他很多人不懂遗游耶 这是什么东西遗游耶 你就稍微布置一下嘛 我觉得哦 你要用点心啊 本来挂一幅画嘛 你把它拿掉 挂海报 可以吗 可以的哦 然后放几本资料 可以吗 你有没有案例的页刊 有嘛 你放几本案例的页刊嘛 还有什么读者文在 什么案例 什么品牌 拿到什么奖 什么奖 有没有 有嘛 没有的话可以copy嘛 你就放在那边嘛 对吗 OK 那稍微布置一下嘛 真的啊 我跟你讲 很多东西是这样 为什么我说 你要稍微布置一下 可能放一些海报 这些东西 因为我认为 销售最好的方法 就是销售于不知不觉之间 你不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很厉害 你看哦 产品是硬邦邦的 其实如果你排好 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我们不是卖产品 我觉得我们卖的是产品 它更深层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营养食品 我们卖的是什么 健康 有机 高科技 对吗 所以假设有一些图片 比如说 我们都一些 安理很多一些海报嘛 哇 那么香蕉啊 木瓜 然后这个橙啊 水果 看了之后就感觉什么 感觉很新鲜耶 有没有 一些蔬菜 绿色的 黄色的 感觉有机耶 所以有一些图片 等于说是 你会联想到 这个高级 联想到有机 联想到健康 然后再加上产品 其实很自然的 我们朋友 常常都会到家里面来 我到你家去 你到我家里面 他只要一来 你也不用讲安利啊 本来是 装碗盘的 怎么今天突然间 不是装碗盘的 他要不要去看一下 很自然的 我跟你讲 人都有好奇心的 你看哦 张大千你知道吗 张大千的这符子很长 他的符子是放在 背的外面 还是背的里面 你知道吗 他自己都不知道 本来没事的 有人就问张大千 张大师 你的这个符子 睡觉的时候 是放在背单里面 还是背单外面 他很好奇 那个晚上放到外面睡 不对 还把它放到里面 好像又不是 又放到外面 放了整个晚上 还是找不出原因 还是不知道 到底是放到外面 还是放到里面 翻来夫妻 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好奇啊 人都有好奇的心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 我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是很好吗 我们又不需要什么 这个专业的推销员的 这种专业的知识 很自然的嘛 你朋友来的时候 他会看 尤其如果你布置的 有点水平的话 保证你的 亲朋好友对象 左灵右舍来的时候 都会问 那如果你有一点知识的话 很快的 你就把产品给卖出去了 很快的 你就可以推荐到人了 记住哦 装备 你不要 朋友到你家来 哇 讲得天花乱坠 口墨很飞 很兴奋 你的朋友听完之后 哇 我想做 没有资料袋 等明天 后天 然后这个 去订货 三天之后 你才来推荐他 这样不是慢的 三天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在家里面 准备一个资料袋 或两个资料袋呢 对吗 所以装备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懂得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在家里面放一两个资料袋 对吗 放几瓶产品 人家来的时候 问一问 讲一讲 我们的产品 真的是在太好了 让产品讲话 让产品 帮助你把这个产品 给销售出去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如果你不会这样 没有关系嘛 创造一个机会嘛 你知道你哪一个朋友 哪一个时候来 你邀请你的上线来 可以不可以 来的时候就 你就互相介绍一下嘛 了不起你写一写 ABC法则嘛 ABC法则很好用 你要先写一下 对吗 你不会讲产品 不会做示范 不会讲OB 没有关系嘛 你的领导人会讲嘛 你只要懂得 ABC法则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 结合了你的对象 结合了你领导人的 专业知识 他 马上帮助你销售 马上帮助你推荐 边做边写 边写边做 慢慢的 你就会做产品师范啦 慢慢的 你就会讲OBB啦 慢慢的 你做6%啦 不是慢慢的 搞不好 很快的 你就做6%啦 很快的 你上12%啦 很快的 你就做到21%啦 对不对 所以这是天龙八部的 第五部 接着在第六部 是销售跟推荐 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第六部了 对不对 因为你做好第五部的工作 你计备了功绩 你计备了一些简单的 这个知识 懂得应用我们的这个资源 你已经开始了 第六部了 开始做销售跟推荐的工作了 只是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所谓销售就是推荐 推荐就是销售 为什么 因为两个一体的 今天你推荐的新人 如果你不把产品销售给他 你等于白推荐了 没有任何一个直销商 加入案例之后 不用案例产品 能够在案例事业里面成功的 你等于浪费时间去推荐这些人进来 所以你推荐的人之后 你就要把产品销售给他 而如果你建立了顾客的话 为了你将来的发展 为了能够带给你更大的业绩 你要跟进他 然后把他给推荐进来 所以销售推荐是一体的 做了销售 你就要做推荐 做了推荐 你就要做销售 哪一个先 哪一个后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总之 你就是要做销售跟推荐的工作 而且越多越好 记住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懂得去应用我们的这个职业 成冠的金三角系统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你懂得去善用你这个金三角的这个系统 你推荐的新人 你一定要记住把他带来参加我们的金三角的这个活动 让他参加我们的欧比大会 让他参加我们的这个生涯规划营这个LRC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能够帮助你的新人 让他对安利更有信心 让他更坚定安利是他的最佳选择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的新人加入了安利这个事业 可是很多人只是兴奋了一阵子 就不做了 为什么 不是你们不推荐的人 而是推荐的人之后留不下他们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环境不是很好 很多的细菌 很多的病毒 对吗 新人 兴兴的 加入了安利 然后呢 要去开始了 结果呢 碰到这些 病毒 你在做安利 安利 赚不到钱 产品太贵 安利 反正 你很少会碰到对象告诉你说 你说安利 哎呀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告诉我 赶快推荐我吧 我好像还没有碰过这样的对象嘛 对不对 这也是 我觉得让我们 兴奋的地方 这代表说空间很大 对吗 全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 目前也不过二十几万个直销商 二十几万个当中很多都是挂名的 真正在座的没有几个 所以空间非常大 还有2300万的人口 不是安利直销商 那只是他们不懂 他们不了解 安利这个事业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记住 新人 我们要保护他 我们要帮助这个新人 否则的话 你一直推荐 一直推荐 一直推荐 推荐进来之后 结果你没有办法帮他 你没有办法保护他 他碰到了一些 消极的 被人家拨了冷水 也就被吸尽感染了 或者被病毒感染了 结果阵亡了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我看我们很多人 浪费了很多这样的资源 从今天开始 各位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记住 推荐了新人之后 我们要用心去保护他 去帮他 新人他没有信心 因为他没有像你 这样的机会 参加这么多会议 OK 有这么强的这个信念 他没有这个知识 他没有这个信心的 所以也就是说 就好像新生的一个baby 他是没有免疫力的 对吗 可是我们都知道 空气中有很多的细径的 老实讲 我们现在不怕天花 对吗 不怕很多这些所谓的病毒 可是不代表没有 那为什么baby 他不会受感染 你的孩子出生之后 他就有抗体吗 他就有免疫力吗 那为什么他不会受感染 因为打疫防针吗 对了 各位 我们推荐了很多新人 可是我们没有帮他打疫防针 我们没有给他加强他的免疫力 所以当他碰到一些消极的对象 环境之后 他就被影响了 我觉得很可惜 这么多年来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很多领导人 很多的伙伴 很努力 很勤劳的 天天销售推荐 推荐了很多新人 可是这些新人 开始去发展案例事业的时候 碰到了这些所谓的环境 受到了一些干扰影响 结果选择放弃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的 今天我要告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我要帮助你们 每一次你推荐一个新人之后 帮他打一个疫防针 不敢讲说他就不会受影响 可是他的免疫力会强很多 所以我特别为成官设计了一套 创业套装 成功密集 所以以后你推荐到新人 记住 你就让他买一套 创业套装 成功密集 你听完之后你会很兴奋 其实跟进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们推荐的新人 我们不是要请他参加大会吗 问题是我们多久一场大会 你告诉我 每次一场大会不是很兴奋吗 LRC很兴奋 可是问起我们多久 办一场大会 办一场LRC呢 可是你每一天都可能推荐到新人 我们不能等 你明白吗 我们希望能够加快这个速度 所以 以其等他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不如我们有一套 对不对 非常厉害的 这个所谓的套装 里面有最好的 这个成功者的这些演讲 等于说是最好的大会 我们录起来的 OK 影片 CD 让他回去 24小时都可以看 24小时都可以听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告诉他回去之后 他会越听越兴奋 越看越兴奋 你们当中可能会在想说 傅先生 我也常常用这些工具 我很多新人 我都给他这些CD DVD看 可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效果不是很好 很简单吗 因为你用送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没有价值 有没有价值是要包装的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的演讲也没有价值 我没有包装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我们收费一点点 而且我们收费 也不是自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我们成贯的领导人 从来没有赚制药商的钱 所有的费用 回归到这一个团队里面去 所以我们的收费很低 如果包装就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 去参加一些激励大师的那些培训会 一堂课 不是一万都有好几千 可是还是很多人去听 对吗 当然有一些激励大师很会讲 值得听 可是有些可能从来没有做过胜利的 从来没有过什么辉煌的事业的 他们只是参加过一些培训课 口才很好 可是他照样能够收这么高的费用 而我们很多人业力花几千块去听 为什么 包装 当你崇拜 当你想去听的时候 多少钱你都业力拿出来 对吗 那当然我们去设计这套东西的时候 你看你们有很多人拿以前这个CD 你们的拷贝的 然后这个看起来就是连包装都没有的 你说你的朋友对象 会对这个大会的主讲嘉宾 会心存敬意吗 不会的啦 他拿东西他就丢掉了 对吗 他听都不会听啦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霸解到这个方法不好用 其实不是不好用 是你不懂得用 所以今天你们好好的听我讲 我截着这一套 光是创业套装成功密集 就已经引起人家的兴趣了啦 还有我 这些东西你最好不要给他 虽然说不贵 可是记住 你要先把这些里面的内容 主讲嘉宾 你要先做一个销售 这就叫包装嘛 对吗 就好像你看我在还没有做案例之前 我想创业 我到书店 我去买谁的书 我去买王永庆的书 我去买这个松下信资助的书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也都去找这些 所谓的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的成功的故事 他们的这个成功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一个人 如果他想做案例的话 他一定是想要去跟一些成功的领导人 学他们如何成功的嘛 就看你怎么去销售这一套资料 你要销售到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激励大师 他们办的这些课程 哇 人家业力花几千块钱去参加 如果今天你能够把这一套东西销售到 哇 值得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 我告诉你 听的人 他就会心存经历 他就想要拥有 他就想要买来听 如果他知道原来是这么 这一个便宜可是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他买回去 他就会听 当他真的用心听的时候 他就会认同 他就会受到影响 他就会被说服 各位 你们刚刚开始做阿里事业 你们没有我们讲的那么的深入 你绝对没有礼防之皇冠大使 讲的那么生动 当他讲到梦想 当他讲到 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新人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的 邱中国皇冠大使 我觉得这些领导人 他们都有很深厚的这些功力 如果你懂得做这样的一个销售 这一套成冠创业套装成功秘籍 绝对能够帮助你们的新人 绝对能够帮助你 让他们有这一个免疫力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记住 边做边携边携边做 当一个人 这一个受到影响 想要做阿里的时候 立即的最好是48小时之内 帮他建一个顾客 跟帮他推荐一个直较商 这一点如果你不懂 你可以请你的上线 帮你这一个忙 我觉得这个深入 就是成贯天龙霸布的第七步 深入发展 我们不要推荐了一个新人 然后让他很无助的 自身自面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只要推荐人进来 我们销售一套 创业套装给他 然后帮助他尽快的建立一个顾客 推荐一个新人 48小时之内 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新人 他就会有无比的信心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成功 带来成功 success 各位 我们每一个领导人 每一个直较商 我们推荐的第一个顾客 跟第一个直较商 我们都非常的兴奋 对不对 你们可能已经忘了 事实上 真的 每一个领导人 他的第一个直较商 或他第一个顾客 都会让他无比的兴奋 也给他无比的这一个信心 所以如果我们懂的这一个道理 我们只要推荐到一个新人 我们就要懂得深入 我们帮他建立一个顾客 帮他推荐一个新人 记住深入 不要只是推荐的一个就停了 为什么你不深入第二代 如果能够的话 为什么不深入第三代 目标是深入十代 我告诉你 如果你照做这个步骤去做 第七步将会帮助你 建立一个组织网 建立一个团队 你的组织网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你就可以进入天龙八步的第八步 从你的团队当中去找 领导人 当你找到领导人的时候 你的速度就会很快了 当你找到四个领导人的 你用4x4的方法去发展按这个事业 很快的 你就可以做到百分之二十亿了 这四个人当中 只要三组做到21% 做到滴滴 你就是翡翠了 再重复一次的话 你就是钻石 所以各位 天龙八步 非常的有效 分享给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地去应用 这一套成功八步起 很多人用了这成功八步起 都做到钻石 好好地去应用它 相信 下一个钻石 就是你 没工作 词